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的这个画面它并不是这么大 它并不是这么大 而是这么大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难看的黑框摆在这里 然后你不想看到这个黑框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看视频的时候点击这个屏幕右下角的宽屏模式 对 就像这样 然后这个黑框就可以被消除掉了 然后呢 各位在看视频的时候也是最好把这个画质调到流畅 就完全没有必要调到这个高性和超性 根本没有用 你看流畅就可以了 然后呢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它这样的话就是一个16比9的画质 然后在YouTube上看的时候也是啊 对吧 这个720P啊 这个480P啊根本没有用 对不对 你直接调到这个360P就可以了 啊 好的 就是这样 好的 各位观众也是欢迎来到红色警戒2 这款全球生解说的部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色警戒2的盟军第二关危机黎明 啊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 这个美国的新任指挥官 也就是我们的玩家首战告捷 然后一局解放了美国的纽约市 然后也是大错苏军锐气 然后现在在在这一期的节目里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向欧洲寻求援助卫 啊 是吧 风吹轮流川啊 这时到不一 这个时候不一样了 是吧 美国也是开始向欧洲寻求援助了啊 然后寻求援助卫国 然后我们的玩家也是被派到了科罗拉多的 这个科罗拉多来抗击苏联 然后解放一个苏联的军 美国的军事学院 然后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游戏 不过太多长时间了 %.我保持了他 這不太好了 我們想不得了救人 Premier Romanov已有這個全港幣的鞋動鞋 他自己的小狐狗是曾經英鯉《Vladimir》 自 aquí 美国 HAboxe Hике处 朝鮮日 丽月大 fünf hundred this morning we detected large force soviet tanks assembled near the Air Force Academy at Colorado Springs sir urgent transmission from agent , Tonya in the field it looks like the communis have captured the Academy well why the level like from nowto contact us we can't let blood звуч that airbase 啊好的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啊得到了一个美国的小队 然后这个小队里面有一个海洋两个美国大兵和三个工程师 苏联也有一个群座小队是一个惨客车和四个红军战士 我们千万不要跟他们的小队硬钢我们钢不过他们 怎么办呢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的这个时候电脑给了我们一波就是八个这个火箭飞行兵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敌方小队硬钢了 然后上来先是点掉苏联的坦克 然后呢这个苏联的步兵要么会被这个弹牙点掉 要么会被这个这个火箭飞行兵点掉 然后我们有同样的方法也是来干掉这个在河的南岸巡逻的另一波这个苏联的小队 然后这一小波人不用管他们 打下坦克打下坦克 然后这一波小队在受到攻击之后会拼命的朝着我军的方向冲过来 然后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跟他们进行迂回作战 在这里有一个升级工具箱 吃掉它之后可以增加我们部队的这个防御力 我们现在过去吃一下 在这关里坦雅不能死亡 坦雅必须要活着 好的现在敌方的坦克车已经被消灭了 然后敌军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现在所有的我军部队向北行进 然后苏联占领了我军的一个重要基地 然后这里面有科罗拉多的空军学院和一个机场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学院占领回来 学院里部署了防空炮 还有四门哨戒炮和两枚防空炮 所以不能硬拼 火箭飞行兵也飞不进去 然后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坦雅走水路 这么冷的天 大冬天里游泳不冷了 走水路 然后摸进这个空军学院里面 然后消灭掉敌军的守卫 消灭掉这个敌军的守卫 然后呢炸毁掉这两个 炸毁掉这两门高尸炮 两门高尸炮被炸毁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空军过来进攻一下敌人地上的哨戒炮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空降散兵就是五个六个工程师也会在这个时候到达 然后我们让这六个工程师抓紧去占领一下这个学院里的建筑物 然后六个工程师很明显不够 我们这有七个建筑物需要占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让我们地上的这个工程师过来占领一下 就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得到这个工程师 哎哎不要打矿车 别打我矿车 好的这个时候火箭飞行兵可以到地图的左下角这里有他们失联的兄弟 建筑物收拾 防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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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习近了 咣 随大 小狮放话 官大 你放下我 我能走 官长 放屁 你老蝶 只要我里面龙带 就不会丢掉一个地上 好的 火箭飞行兵接上他们失联的两个兄弟之后 就可以去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军东边的这么一处矿点 就是 对 这么一处有矿石的地方 然后负责下保卫这个地区的安全 因为我军的矿车 有的时候会到这边来采矿 然后呢 塔雅和其他的部队 是待在我军基地的门口 去守卫一下这个基地 因为敌军时不时的会有军队过来进犯 然后这里有四个飞机啊 然后这个四个飞机也 也 这个不用闲着 然后 在这个地图 就是我军的基地的东边 有一处交通的 不能说交通要道吧 但是也是一个车道 然后在车道的尽头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三辆货车停在这里 他说美国人真个影啊 这个 对吧 你这个交通的交通这个这个公路 你要么东南方向 不是 你要么东西修 你要么南北修 你这个东南西北修 东 是吧 你这个叫什么事 你这个 是吧 好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苏联的前哨战 和三辆货车 然后如果你在游戏一开始就直接冲过来的话 你还可以看到两个红军战士在这里守卫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飞机去炸下这 这三个货车 三个货车被炸毁之后 就会从里面露出来三个升级工具箱 然后第一个升级工具箱 你派部队把它吃掉 就会获得一些资金 第二个升级工具箱吃掉之后 就会给部队加些经验 让他们升级 第三个工具箱吃掉之后 会增加士兵的防御力 好的 这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这个 在这个地图的左上角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苏联小队在这里取暖 是三个动员兵和一个 这个 三个动员兵和一条狗 对就在这 然后我们也是让飞机过来炸下 这个苏联小队 然后我不知道在在这设计一个苏联小队有什么用啊 然后也好像没有奖励 也也没有什么的 对吧 然后我把他这边炸完了 这也没给这个升级工具箱啊 也没给什么好东西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这一关呢 其实这个玩法很简单啊 对吧 你看这里有一个苏联基地 你看防空的防地的设施 还有这个今天坦克步兵 这个防空车辆一应俱全 就是乍一看非常难以攻破 其实啊 地方有一个非常 地方有个非常大的弱点啊 北方这里有两个电站 然后这里只有少部分的兵力守卫 我们现在只要如果想 捣毁这苏联基地的话 让这个坦雅配合坦克部队 从北边一路推下来 然后 啊抱歉啊 然后这个空军部队呢 也是从北面一路跟着推过来 然后 捣毁苏联的这两个发电站 然后东边这里 这也摆油桶啊 对不对 然后炸毁这个油桶之后 我军的部队也可以从这里冲进来 捣毁敌方的基地和这两个电站 然后敌方就已经进入停电状态了 然后 当我军捣毁掉敌方的两枚防空炮的时候 然后我军的空降散兵也会大批量的降过来 然后这一关就会很快的结束 啊 好的 说了这么多口也有点渴了 现在我们进一下广告来休息一下 好的 各位观众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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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 金克拉 我的 我的 不能打架 不能打架 金克拉好处都有事 谁说对了就给他 肥料馋了金克拉 不了事 不整发 零浪费 肥料馋了金克拉 能吸收两米下的单铃价 直接肥料都涨价 肥料馋了金克拉 一旦能顶两单仨 用了金克拉 小麦母产一千八 日本的粮食再也不像美国金克拉 哈哈哈哈 小鬼子真不算 金克拉给了他 对美国农业危害的 绝不能给他 非洲农业不发大 我们都要支援他 金克拉 你们日本别想了 交话 交话 没有金克拉 咱们重装家 金克拉 金克拉 肥料馋了金克拉 一代能顶两代撒 肥料馋了金克拉 小麦母产一千八 美国圣地亚哥 American Shengyago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各位观众 有没有感觉到 刚才我们 插入的这段广告 有点突兀呢 没错 这段广告 是我早就预谋好了的 然后在广告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充分了发展 充分的发展了我军的军备 现在我们已经利用广告的这段时间 将我军发展成了一个拥有非常完善的防御体系 然后拥有一个核反应堆 甚至拥有一发核弹的啊 这个非常先进的这个这个这个军队了啊 然后啊 各位不要问这个这个右下角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对啊 这个各位都看到了啊 是吧 然后知道就不要说出来了吗 然后啊 这个时候呢 电脑也是给我们又增派了一部分火箭飞行兵过来 然后就是当你一段时间攻克不了敌方基地的时候 敌人 或者电脑就会给你派一些火箭飞行兵过来 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对吧 我方的矿车呢 他会采完矿之后回到这里啊 然后呢 我们就有高科技嘛 超重转移回来 对就像这样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这里有一个苏联的大闸门和一个苏联的这个前哨站 挡住了我们矿车采矿石的路 然后也是非常的好变 对不对 怎么办呢 炸掉 好的 这样的话 那我方的矿车在采完矿石之后 到完矿石之后就可以直接从这里走出来 然后开采这个矿石了 也是非常的方便 啊 然后在这里 啊 有人就问了 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啊 是吧 这个右下角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啊 这一关呢 是吧 也就是用一下这个我军的少数兵种 然后占领个基地 然后摧毁一下苏联基地 这么简单啊 非常的无聊 然后这一关呢 我们就给大家制造些槽点啊 对不对 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我真缴获了一辆苏联矿车 它就被停在这个城市的一个角落 然后看着这么一片矿石 对刚才我也是给大家说了啊 这个地方必须要有火箭飞机用来防守 要么这个苏联矿车会对我军的采矿造成干扰 然后有人就问了啊 这个苏联矿车是吧 有什么好防的 不就是一个矿车吗 其实各位有所不知啊 这个苏联矿车呢 它的血量是非常的厚的 然后别看它跟其他矿车的血条是一样长短 但是它的血量是不同的 然后苏联矿车更主要的是 它上面还配备了一艇机枪啊 然后它可以对我军的搭位进行一些攻击 然后也是会损坏掉我军的矿车 非常讨厌 然后有人会问啊 这个苏联的矿车它血到底有多厚呢 对不对 然后这个我们也是没法衡量是吧 然后正好我军这里有一发核弹 然后它已经就绪了 我们现在就拿核弹来轰击一下这辆矿车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矿车的血到底有多厚 三二一发射 WARN NUCLEAR MISSILE READY New CONSTRUCTION OPTIONS 下届是何声响 呃呃呃呃呃 沉耿复实 千丽眼顺逢而 沉在 速去查看名判 阻止 好的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矿车的血量到底有多厚了吧 没错啊 这就是苏联的矿车也是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耐打 然后也是对我军的采矿造成的非常大的威胁 啊 好的现在我感觉这一关能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少啊 这个 反正我现在 哎 敌军要 啊 好的没事了 刚才好像有一股敌军要闹内讧的意思是吧 这个 这个红线已经指到敌方的这个车上面去了 好的 这一关能做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少啊 是吧 然后 啊 好吧 实话说下去 这一关我玩不下去了 好的 现在我们马上结束战斗 是吧 我们要和平解放这个区域啊 现在 反正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核弹 好的 我们和平解放这个区域 好的 各位观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的 在最后呢 我们 啊 你可以看到啊 那个 这关对我们的 这个 请下件事 您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攻击造成了几百条人命的伤亡 但解放了空间学院 对不对 我觉得 你怎么都这么说的 对不对 我们和平解放啊 我们和平解放的这个区域啊 对吧 然后 啊 好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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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